记者谢介于南投报道,南投县竹山镇今日是中部各县市空气品质最差的地区,呈现橘色警讯也再度凸显空污污问题,尤其在代表会提案要求下,公所将率全台直线成立竹山镇空污来源检测调查小组,预计明年元月开始运作,不但将成为社区民众陈情的平台, 也希望借此达到溯源就则改善空污的目的,珠山是南投县唯一绿营完全执政的乡镇,镇长及代表会政府主席都是民进党,虽然并无重工业,但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报告,整年空气品质都十分不好,除了地理位置、气候等因素,造成台中火力发电厂云林六清而来的污染以外,是否还有其他原因? 不但引发各界关注,甚至蓝绿阵营也首度打破党派,翻离共同正视该问题,负责筹划竹山镇空污来源检测调查小组的公所清洁队长陈东木指出, 该调查小组成员包括公所及县府官员,明代宇专家学者,原则上总人数将不超过9人,避免人多口茶影响执行效率,前每三个月就空污数值较高的路线,类别,项目等资料,进行交叉比对,以便离清污染源来自镇内或镇外, 是否与书郡阳城汽机车排放废弃,露天燃烧稻草等因素有关,进而协助丢出污染源,共为确保居家环境竞争心力。 县府环保局长方信雄说,他与县府秘书长洪瑞智,今日也出席行政院空污检讨会议,中央也当场允论,紧速改善台中火力发电厂造成的污染问题,加上国民党立委许淑华,县议员蔡一注争取在竹山设置的光化学检测站,也预计在明年5月完成设置, 届时南投县内空污防治工作将更无死角,并呼吁民众能遵守空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,以免受罚。